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很怕冷啊 学堂后面有三五座突兀的小山坡 如几颗棋子不慎落入这一片茫茫沼泽 东华牵着他上了山 曲曲折折的扬长小径 凤九被他牵着人走得跌跌撞撞 走了大约两刻钟 转过好几道弯 凤九被绕得有些头晕 忽见秘密的杨树林子里头 竟藏了一大块空地 视野突然一宽 脚下正对着学堂那几排木屋 可以看到里头亮着的点点烛火 东华将披风扑在地上 右抬手拍了拍 拉着少女坐了 牵住她的手一直未松开 两个人并肩坐着 都未说话 黑暗之中 呼吸轻腔 唯有偶尔风过 吹得人心底发痒 许久之后 自低矮的灌木层间 亮起了一盏一盏 溜溜溜的小小灯楼 如星星点点的烛火 又像是被风吹起的一层壁浪 黑漆漆的夜空中 流云明面 随风欲飞欲高 凤九眼珠口 眼珠心底的震惊 她有时也喜欢在下夜出去捉萤火虫 却从不晓得 当这些虫子聚集在一处 竟能如此动人 她记得当日在梵音谷中 东华也曾带她去看过一次萤火 只是那时她还未晓得她的心意 星神并未放在这桩石上头 空气中浮动着一股奇异的清香 那些飞虫在这香味之中翩翩展翅 源源不断地自山脚炫身而上 在半空停住飞舞 似在追逐这一点异乡 小小光点在黑沉沉的夜中分外抖目 起立美好 犹如一幅朦胧画卷 少女终于将自己的手抽回去 痴痴然抬手去触碰那些飞影 东华侧过脸瞧着她 脸神沉静 像是瞧着一张画 又像是在想着隐秘的心事 过了许久 点点绿光停在少女发肩 东华台指将其弹开 突然俯过身去 用手掌遮住了她的眼睛 少女居然一惊 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回答她的却是一个极轻的吻 印在她的脸颊上 又拧转移到她唇角 就是想亲亲你 夜色下的东华 难得对自己坎涮了一回 少女的声音有些迷惘 是在捉弄我吗 不捉弄你 可是 你突然 以后经常做小狐狸蜜糖给我吃 好不好 东华的声音很低沉 还有点又哄的意味 不好 少女突然扭过脸去 躲开了她的唇 东华一愣 抬手捏住她的下巴 声音有点哑 还在生气 以后再不会欺负你了 少女被她捏着下巴 只能抬眼望她 眼底的委屈让人心疼 你总是欺负我 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 你不想的吗 东华又对着她的嘴清了下去 这一次吻得特别漫长 她银色的发肩 渐渐停了好几只萤火虫 一闪一闪的光芒中 画面渐渐消影 那是一个美好的令人叹息的夏季 凤九见到了两人更多偷偷摸摸的亲吻 笑顺的偏僻角落 巨大的柳树下 无人的草摊上 紫衣旁边总是粘着一席红色衣衫 东华脸上的冷衣无处可寻 瞧着少女的眼神温柔似水 凤九嘴角终于露出点笑意 她觉得欣慰 又觉得欢喜 尽管仍旧死鸭子嘴硬 东华终究是会喜欢她 这样很好 最后一件画面 是在宽敞又明亮的胶舍里 东华人在最后一排坐着 她身旁的桌子 早已挪到前排 放眼胶舍 竟不见那一抹红色 凤九心头闪过一点诧异 听到夫子在上头同大家解释 白凤九她 要随家人回青丘 以后就不来此处上学了 云云鸟鸟当中 所有人都回头瞧着 坐在最后的东华 她却垂头盯着手中的书册 十分专注 脸上像顶着一张面具 波澜不惊 教室里涌起一阵窃窃思雨 如风底下暗涌的草浪 一愣的都是那个突然消失的少女 青丘 青丘究竟是在何处 听起来像是哲言的声音 从未听说过 据说是个住着许多九尾湖的地方 那倒是个好地方 夫子的声音听着很遥远 青丘 大约就是一座山吧 坐在东华前排的人往后靠了靠 低声问她 这装饰 你一定是先晓得吧 东华一身未航 身子端颜如一尊雕像 风吹过 吹得东华手中的书册一阵凌乱 凤九离她很近 方能瞧见 里面一页又一页 画的都是同一个少女 红衣黑发 笑盈盈 额间一朵美丽的凤尾花 那是她睡觉时用来遮挡光线的书册 从不离身 所以 当然也无需担心会被人瞧见 凤九觉得 好歹还有她能晓得她的心事 这样也很好 这一个又一个梦境并不连贯 甚至连片段之间的切换都很随意 凤九像是有些明白 又像是越来越糊涂 若这些都是东华的梦 那这些梦为何一个比一个更沉重 而且 她能觉察到心口一点沉思一点的压抑 却不知所谓何来 她在这些梦境之中穿梭来回 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削下去的三段梦境 情节都很相似 梦中的凤九终于不再如开出那样冷漠 而是如她从前那般站在东华身后 虽然梦中二人相识的原因各不相同 她追求东华的手段到毫无进步 若要说她有些什么进步的话 那便是 在这几段梦境当中 她与东华都互诉情中 表白了心计 擦肩 错过 说起来轻飘飘的一个词 若发生在他人身上 不过替她叹息一场便可丢开手 真正亲力才会发觉那般男人 简直逼人发狂 即便在梦中 即便已经十分努力 等待她二人的亦不是美满姻缘 东华与她 终究是少了一些缘分 在哪里都是如此 某一个梦中 他们情投意合 在太成功共度一个美好时光 可是她竟意外还了身孕 因担心帝君再次被天衣凡事 她与帝君决裂 独自离开天宫去了凡事 在凡事她诞下义子 柚子却在数月之中便及夭折 她悲痛莫名 又深感愧疚 偏偏茫然四顾 形影相调 满腔哀痛只能独自忍受 她独自在凡事苦修赎罪 她则在九重天闭关独居 数千年后她再回天宫 只觉物是人非 心若枯紧 二人在见面时相顾无言 进城末路 下一个梦中 她与东华情意相通 决一同生共死 她爹爹却不许她须致青春 将她许给苍蝇神君 她死活不许 被她爹关在狐狸洞中 凤酒被宽青秋 日日等待东华前来寻她 却恰逢魔族叛乱 魔头尽将重生 南荒震动 东华仓促领兵前往镇压 消息一路受阻 竟未能送进狐狸洞中 战事重启 三年方歇 待她凯旋之日 她以心灰意冷饮下 忘情水嫁于苍蝇 上神白衣亲自送假 十六台大红花轿 将她送至枝月山苍蝇神功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颖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颖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颖哦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